沈家也报了价 是的 价格还很低 志在不得 我们给吴伟文挖的口 他抢着来挑 搞死呗 请 请 沈老板 我们龙生河初来乍到 两眼一抹黑啊 还请沈老板以后多多指教 杜老板言中了 我们沈家做的都是些糊口小生意 以后还请杜老板你多多照顾 沈老板你真的是太谦虚了 放眼当今惊阳 唯一能够跟吴家东愿意争长的 也真的只有沈老板宁爱 我们沈家的生意都是本小力薄 哪敢和吴家东愿相提并论 可是我听说 你们两家最近在争一张军需订单 杜老板消息可真是挺灵通的 事不相瞒 我家主子乃是亲王次子 所以在户部颇有威望 户部的消息自然也瞒不了我们 原来是皇商 施敬施敬 不敢不敢 我们也只是替贝勒爷当差而已 杜老板 那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我们家和吴家东愿 谁更有胜算呢 大少爷 如果我是你 我宁愿退出 此话怎讲 终也无用啊 你的意思是 好 早已内定了 长老板 大少爷 请留步 今日听君一席言 盛读十年书 改日我一定亲自上门 向杜老板请教 来日方朝 杜老板 慢走 告辞 告辞 爹 您说此人真是来拜会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更像是吴家东院派来的税口 想让我们退出报家 此人口中的主人乃是贝勒爷 吴家东院应该派不动他 刚才他说军需订单以内定 这会是真的吗 有可能 那我们要退出吗 不退 就算注定我们争不赢 我也要争这口气 沈四海会听话退出吗 不会的 他们憋着劲呢 明天您给北京捎封信 就说无论沈家怎么报家 最后这张订单只能给吴家 这好嘛 只要贝勒爷一句话的事 等最后结果出来了 沈家机遇的那份不甘和不满 会对我们将来不具有用 你在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 凌川 凌川 晚安